中国品安 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的第五名 中国保险业的老大 来看看前十名的企业 妥妥的都是开头带着中国二字 在咱们老百姓的固有观念中 觉得一个公司的名字能加上中国二字的 肯定就是央企了 比如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石油 中国铁路等等 但中国品安却是一个特例 在前十名的企业中 虽然也冠上了中国二字 但是 它居然不是一家正儿八经的央企 甚至连国企都算不上 你可能会觉得 不是国企那总该是民企了吧 可是如果细算起来 它连民企都算不上 因为它的最大股东 居然是泰国的首富 是不是很意外 中国品安诞生之初 的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央企 可是在经历过员工持股 高盛 摩根士丹利 汇丰 政大集团等等 一系列的股权转手之后 就形成了如今非国营 非央企 非民企的企业格局 那今天梦尔就带您扒一扒 中国平安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都能已经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 是对猫眼最大的支持 谢谢 根正描红的中国平安 这事还要从中国改革开放的 前沿阵地 深圳蛇口说起 这个地方是中国各种 新兴政策的实验场 33岁的马明哲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后 1988年 在蛇口成立了中国平安 股东很简单 深圳商局和中国工商银行 各持股51%和49% 至少从股东形式上来看 这地地道道的是一家央企 蛇口基因根植于出生的平安 但是要注意的是 平安诞生地是蛇口 这地方至少在当时来说 啥都敢尝试 用当时蛇口的报纸上 所提出的口号 蛇口精神就是敢想 敢言 敢试 敢闯 敢为天下先的五感精神 平安成立的前一年 44岁的任正非 带着四个人 筹集了2.1万 创立了华为 38岁的郭台铭在深圳 建起了富士康 这个地方的新理念 也为诞生在这里的企业 注入了不太一样的基因 套用一句广告词 就是不走寻常路 所以平安的掌门人马明哲 就彻底的贯彻了这个思想 将不走寻常路 一走到底 倒霉的平安 公司刚诞生的第二年 马明哲就成立了一个员工风险基金 虽然不是持股 但也想把员工的利益 跟公司的利益绑定在一起 在今天看来司空监惯的事 在33年前 这可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991年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金融集团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银行就干银行的事 保险公司就卖保险 证券交易公司就干证券的事 在当时还萌萌懂懂的状态下 成立了平安证券部 但是有点点背 1992年因为一个上海男人而倒了煤 当时一个叫康伯华的男人 在股票市场上亏了6500块钱后 自杀了 一时轰动全国 引发了对证券市场的全国性大讨论 而对开拓证券业务的平安影响非常大 深陷财务危机 体积太来的平安 实在没办法的马明哲就引入了两个新股东 深圳财政局和中国远洋集团 至少这个时候仍是明明白白的纯洋企 而马明哲借这个机会 顺势的把当初员工风险基金转成了平安员工的合股基金 也就是说员工持有公司10%的股份 至少在当时员工持股的理念还是非常超前的 但这一招也为马明哲日后绝对控制平安埋下了伏笔 而中国远洋的入住给了平安一个天大的机会 当时中国远洋在全球有600多艘船 而这所有的船的保险都转入到了中国平安保险的名下 此时净资产不过一亿的平安保险 单单从中国远洋一年得到的保险费就有18亿之多 当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平安处处茅如斗投行 1993年为了能使公司迅速发展 就想从海外筹措资金 本来平安刚开始是找摩根士丹利来谈的 但是因为有分歧谈不拢就陷入到了僵局 聪明的马明哲灵机一动 投行又不是只有你一家 于是找来了摩根士丹利的老竞争对手高盛 可是谈着谈着高盛就回过味来了 感情你平安就是拿我来压价的 于是高盛跟摩根士丹利一商量 结成了联盟 你平安要谈就一起谈 要么就都别谈了 只能说百年的投行 可真不是吃素长大的 最终摩根和高盛各自出资3500万美元 分别获得了5.56%的股份 平安也成为了全国第一家引进外资的金融机构 不过因为当时的政策原因 两家公司虽然投资了 但是在董事会连一个席位都没有 高盛当时还抱怨说 这是公司百年历史中的第一次 不过高盛摩根的联合入股 可以说让整个平安的架构 做了场大手术 以前图省事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都是在一起开的 相互扯皮 总是也没有个结果 现在直接把两者分开召开 还给平安增设了监事会 还帮助平安搞了一整套的保险精算体系 可以说 这两家真是把国际经验带到了中国 当然 后期平安崛起之时 他们也是赚的盆满钵满的 创始股东 工商银行退出 1997年的时候 马明哲把平安进行了一轮改造 这轮改造的目的则是对管理层和员工的激励 高管们成立江南实业 持股12.25% 然后又引入了一个景奥实业的公司 这个公司就是对员工的持股激励 到2000年的时候 因为受限于禁止混业经营政策的影响 工商银行不得不把手中的股份 转让给了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而这个时候 中国远洋也出现了问题 因为资金紧张 不得不出售平安股份以回血 两大国资退出了平安 而此时剩下的最大国资就只剩下深圳招商局了 2002年因为平安着手上市计划 为了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也因为自己曾经尝到过高盛摩根士丹利 这样的国际投行的甜头 所以此次的橄榄枝抛给了汇丰 但入股的条件是 汇丰必须提供技术支持 以增强平安对风险的管控能力 最终汇丰以6亿美元的价格 获取了10%的股份 位列第三大股东 创始股东招商局退出 留下一案 但是2002年底发生了一件大事 招商局突然退出了 成立之初招商局持有51% 经过数轮的股权稀释之后 现在只剩下14.3%的股份 仅次于深圳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但至少前脸大股东也还都是国资 因为股权分散后管理层持股 并且他们还能有效控制员工的持股部分 所以其实管理层已经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招商局一看我都没法掉动资源了 干脆就把手里的股份全给卖了 但是在这里就发生了诡异的一幕 按照汇丰的收购价计算的话 招商局的14.3%的股份应该价值72亿 但是最终却以18.5亿的价格 卖给了两家公司原信航投资和宝华投资 中间53亿的差价去哪了呢 纵使招商局说拿回了10倍的回报 但是招商局作为国有资产增值 本来应该拿回更多的 那这中间的差价被谁拿走了 这两个买主会是什么背景呢 你可以自行脑补一下 汇丰未能坐稳平安第一大股东 2004年平安上市 深圳投资管理公司的股份 从12.49%稀释到了8.77% 而汇丰则增持平安股份到9.99% 首次成为平安第一大股东 而且在2005年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 把手中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汇丰 持股比例上升到了19.9% 自此平安正式成为了外资控股的非国有企业 一直到2011年 汇丰出事了 被美国查出其在2004年和2001年间 为洗钱组织提供方便 而面临10亿美元的罚款 一方面为了抽调资金 另外一方面 国际主流认为银行应该剥离保险业务 所以最终汇丰把全部的股份都进行了转让 最终分两次以94亿美元的价格转让 并且这笔交易还向国家交了24.73亿的税 创造了咱们国家非居民股权转让的 所得税的最高纪录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插曲 当汇丰在减持平安的过程中 平安却在反收购汇丰的股份 最终成为了汇丰最大的股东 是不是很讽刺 自己成为了自己老板的老板 全首掌柜 政大集团登场 而接手方则是泰国首富谢国民 这个人你可能没听说过 但是他的捕风莲花 政大集团你应该听说过吧 小时候中央电视台 还有一个政大综艺的综艺节目 就是这个公司冠名播出的 那平安为啥选这个人呢 这个谢国民本身也是华人 跟马明哲的关系不错 更重要的是 这个政大集团投资后 就当个甩手掌柜 人家啥也不管 这才是平安最想要的 因为一步步的从国资中解放出来 可以海阔拼预约了 所以马明哲也就不会再去找国资了 咱们再来看看平安的前十大股东中 深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是单一持股最大的 这是典型的国资 那就应该属于国企吧 但是咱们来看一下 平安2021年的财务报告 其中就有这么一段 普丰集团通过两家公司 及其他下属公司 合计间接持股量 占总股本的6.8% 所以平安背后真正的大股东 其实是这家泰国的普丰集团 所以你说它是外资控股 似乎也没啥问题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财务投资者 投钱不管事 只拿分红 但也没有达到绝对控股 说它是外资 似乎也不合适 所以其实说中国平安 是一家混合所有制经营的企业 更为恰当 那您觉得马明哲 为了平安的快速崛起发展 一步步的去国资做法 对不对呢 欢迎留言评论 都看完了就顺便点个赞 感谢观众 咱们下期再见